港鐵發生意外的這一條電梯屬於同一個牌子 不過由於港鐵說 這次的意外不涉及任何電梯運作問題 所以不打算停用其他的電梯 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在深圳報道 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 和到訪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舉行會談 陳炳德透露雙方討論過南海問題 會談之前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 為馬倫訪華舉行隆重歡迎儀式 梁檢月三軍儀仗隊 陳炳德和馬倫之後舉行會談 雙方討論過南海問題 中國軍力發展 美國正要的對華態度 陳炳德會後說雙方坦誠交換了意見 在南海問題上 陳炳德說美方的實際表現 不符合他們無意介入南海事務的說法 陳炳德說美軍一直在亞太地區有軍事部署 未來會繼續保持 馬倫今天也分別跟國家副主席 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 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郭白鴻 以及國防務長梁光烈回面 無線電視記者會回答部落 又是一會兒回到報道 埃邦首日接受研究反應一般 中海游在維州的煉油廠爆炸起火 居民緊急疏散 專業導遊確保旅客平安 我帶備法國雙非人藥水 為防影射 認名Ricus雙標 創自一百三百年至可信賴 居家旅遊不可缺少 無論蚊叮蟲咬 湯火灼箱 周居雲囊 吼吐肚痛 內服愛用 療效顯著 味道芬芳 我的專業迷你藥箱 請認名總代理 全球藥業有限公司方圍正貨 法國雙非人藥水 整面油光除了是油脂分泌過多 還是幾乎缺水的景號 你需要補水抗油光 L'Oreal Paris抗油光 冰感保濕型露 冰激質感 源自深層海藥精華 加強鎖水 結合微海綿科技 清爽抗油光 水分瞬間注入 油光拜拜 寄膚水暖清爽 Hydrofresh抗油光系列 你值得擁有 你每個動作都這麼獨特 跳一跳 彈一彈 扭一扭 所以Pampers輕鬆穿 何時都配合到你不同的動作 它特有三重彈力貼伏設計 超強吸收 讓你怎麼動都這麼高興 隨時隨地盡情玩 想BB成為Pampers網上代言人 上網參加NobbyNobby跳舞團吧 美國萬通,感想 未來財會更精彩 專訪開心少女龍懷軒 彈小提琴跳開心舞 盡顯活潑一面 艾伴今天開始接受應購 市民反應未見二烈 為何這樣東張細亡 如果有人幫你 幫你上廁所遊道店 你會去嗎? 那就齊齊玩吧 切粗才夠刺激的嘛 好鬼門 出來給我打過吧 大師兄,我不行 誰家糟頭無煙火 今晚八點 爆漿肥寵 懂得動的芝士腸嗎? 很多放入口 只稱得上勁抽 世界第一等 星團二晚八點半 J2 回來新聞時間 政府推出的通脹掛勾債券 即是iBond 開始接受市民認救 第一天的反應一般 由市場人士預期 息率會有四到五厘 相信可以吸引穩健投資者認救 通脹掛勾債券 首日接受認救 讓銀行提早開門 又設立專櫃處理申請 查詢的市民不少 但認救的就不算多 頭一個小時 只有大約三個人 又認救了的市民認為 回報好過就這樣放在銀行 讀政府一點 保險一點 加上那些儀式 都是跟現在來說 現在公免當中是零點多 定期存款 何來有以來 照價是很吸引的 不過計算出來的量很少 證券行首日孖展反應也一般 首日只是借出了幾千萬 有市場人士就認為 通脹掛勾債券 年期不算太長 對穩健投資者會有吸引力 譬如一些平時不太活躍投資 在投資工具方面 投資者方面 其實他們可能適合投資 在iPhone方面 存款式來說 現在香港的利益 都相對比較低 假設現在香港通脹 大概5-5%左右 其實某程度上 都適合投資者 但也有市場人士提醒 債券一般流通量不高 最好是持有至到其日 一旦通脹回落 回報也可能會比預期低 通脹掛勾債券 入場費一萬元 年期三年 每六個月派息一次 按照平均通脹率而定 但保證最少有一例 市民可以在今天起 至到下星期二 去到銀行分行或經紀行認救 也可以透過網上或電話認救 分配結果會在27日公布 29日掛牌